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香腸派對》 我是尼哈斯,今晚玩的是《香腸派對》的先行服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未來新改版的內容究竟有哪一些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Let's go! 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新版本新增的兩把武器 一把是量子利刃,一顆是撐衣桿 撐衣桿算是近戰武器 那量子利刃它沒有裝任何配件的情況下 它可以裝30發的能量子彈,然後它也是能量槍 它有點類似,我覺得它的定位有點類似N416 它可以裝5個配件,分別是背徑 然後前面是裝傷害或者是射速的晶片 然後中間是裝一樣垂直或者水平的穩定度的晶片 然後下面一樣是裝擴充或者是快田的晶片 最後後面這個是裝放大晶片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來給大家看一下這把能量利刃 它在傷害的部分 應該說量子利刃,講錯了 量子利刃跟能量加速機槍的傷害是差多少 我們就只看爆頭的部分好了 爆頭的部分量子利刃這個爆頭是64 那我們的能量加速機槍爆頭是50 沒有錯,所以說量子利刃的傷害會高能量加速機槍14 再來量子利刃打身體的部分傷害是32 那打能量加速機槍打身體的話是25 差了5、6、7、7滴的血量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這個撐衣桿的這個新進戰武器 它給我的感覺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以前的那個順空步 你看我只要邊走然後我只要按蓄力 它就會一直把自己撐起來 按到滿的時候它是撐到最高 然後你就會繼續往前跑,然後繼續撐這樣 你就可以類似順空步的概念一直往前衝這樣 那其實這把武器它的近戰的灰砍的攻擊範圍蠻廣的 因為你看它可以拉很長有沒有 然後它連攻的話第三刀的攻擊距離是最長的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搭配說你先蓄力 蓄力玩在空中砍人家也是不錯 比如說你蓄力是去到最高 然後連砍就可以把對方給砍死這樣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新出的三個晶片的之一 那這個是滋滋晶片 滋滋晶片它是專屬於這個能量製研砲的這個晶片 然後它是可以提升子彈的傷害 那裝上滋滋晶片之後呢 它的傷害就會變成單發八滴八滴這樣子 應該說不是單發 一整發八滴八滴 可是它的綜合起來的傷害是輸出比較高的 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能量製研砲它的攻擊 我連按攻擊鍵它連射速度是比較慢的 所以它輸出來講的話 只有一瞬間的輸出比較高 那當我裝到這個滋滋晶片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我的連射速度非常的快 它根本就是變成一個 長久的連射雷射槍的概念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另外一個晶片 是我們的放大晶片 它可以裝在量子利刃跟能量粒子砲上面 它的功能是放大子彈的爆炸範圍 同理來講 你如果不是爆炸的子彈也是可以用 譬如說我們的量子利刃 那麼首先先裝一下能量粒子砲 我們先測一下能量粒子砲 大家可以看到能量粒子砲的閃電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它攻擊的範圍也就頂多就這麼大而已 對 那當我們裝上這個放大晶片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閃電的這個大小 彷彿變多了 而且它的子彈是一次耗兩發 大家可以注意看底下 我們現在16發子彈 我射一發變15發 那我們放了放大晶片之後一發變13發 11發 而且尤其是有一個特別的點 當你的量子... 應該說能量粒子砲裡面 只剩一發子彈的時候 它射出去依然是兩發的傷害 應該說不是兩發的傷害 依然是兩發的範圍啦 對 它傷害其實沒有差 就是你裝這個放大晶片 跟沒有裝的傷害都是一樣的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放大晶片 裝在量子利刃上面 那可厲害了 首先 先示範一次 比如說我們把準星描在左邊這個位置 我們會發現 ㄟ 我們打不到這個看板嘛 假設真人也是一樣 那等我們裝上這個晶片之後呢 你會發現 ㄟ ㄟ 我的準星明明沒有描到看板上 可是 我靠它這麼近 居然可以命中它 所以等於說這個放大晶片呢 不只是放大你的能量粒子砲的這個範圍 你也可以放大你的量子利刃的攻擊範圍 我不一定要完全的瞄準到敵人 我只要貼近它周圍 就有機會可以射擊到它了 好的 最後的晶片就是我們的蓄能晶片 那蓄能晶片呢 它只能裝在蓄能砲上面 那麼首先先測一下蓄能砲爆頭的傷害 它是144 好的 那它這個蓄能晶片呢 就是可以蓄力格 然後放大子彈的爆炸範圍 那其實它傷害應該是沒有變啦 喔 有耶 222 它的傷害是變的 來我們來測一下 首先在連射的狀態聲音就不太一樣了 現在是沒有裝晶片的狀態 OK 我們再把晶片裝上去 然後晶片的話它也可以蓄力 那我們剛剛是沒有蓄力的傷害是222嘛 我們試一下蓄力蓄滿 它的傷害一樣是222 而且它一次是扣5發的子彈 那如果我們沒有蓄力的狀態下呢 它一次是扣1發的子彈 但其實傷害是差不多 只是說你蓄力它的攻擊範圍或許就會比較長 你看說它的攻擊範圍就會比較廣 大家可以發現 欸 有沒有 我這邊沒有精準的瞄到 但是它依然可以命中 就有點類似 呃 蓄能砲另類的放大晶片的概念 那像我們這樣子設 它是沒辦法攻擊到的 所以說 我們這個蓄能晶片 它同時可以增加你的蓄能砲的傷害 以及可以增加你蓄能砲的攻擊的範圍 好的 再來要講一下 新版本的部分呢 會聽說會取消掉那個止痛藥的產出 然後 提升能量飲料的回復速度 但因為現在我們是在訓練場 所以測不出它 飲料能量回復到血量的速度大概是多快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它黃色的這個條的跑的速度 好像確實是比以前快一點 然後你可以發現說 飲料之前大概打出來的能量是大概三分之一 這一次居然有一半 因為我們以前止痛藥大概是打一半的能量值出來 那飲料是三分之一 現在飲料等於說直接取代了止痛藥 我們可以發現這邊是沒有止痛藥的情況 再來 新版本也提升了恢復血量 取消65%不能打藥的限制 就是我們平常其實 血量大概到60% 70%左右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靠飲料 或者止痛藥去回血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 急救包或者是封袋去把血量回滿 頂多只能用急救箱的 而醫療箱的部分 那此時我們現在其實是有扣血的狀態 只是訓練導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顯示 你看我現在滿血狀態其實就可以吃繃帶 就可以把血吃到滿 你以後就不用在那邊慢慢的吃飲料 然後讓血慢慢的回復了 那麼你以為武器只有這樣子嗎? 新版本的魔刀也改善了 新版本魔刀現在有兩種攻擊方式 一種就是直接這樣子砍 那一種是按住攻擊鍵蓄力 然後一樣可以造成舊版本的這種蓄力的 魔刀的巨大砍法 那你在蓄力的時候可以邊走邊蓄 所以說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那吃變娜娜基本上效果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你現在就可以把魔刀當成有點類似聖劍 再加五聖卡 然後衝過去就直接砍他一刀 搞不好他就掛了 所以之後你的魔刀就再也不用擔心 續這麼久力 然後放下去的時候 沒砍到Ocean喔 再來狼王技能的話 第二招技能的話有改 就是你開啟這個技能 會進入到這個狼王的狀態嘛 他會增加100點的這個護盾 我們來吃一下看一下 他是否有出現護盾的值呢 喔有 你的血其實是變 有點類似淺藍色 有點類似 喔那個啦 是變大大的概念 變大大的那個算是護盾的概念喔 那如果我把狼王的這個技能取消的話 他的護盾值就會瞬間消失 不過這個之後可能要測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在變狼王的概念被人家打 打到護盾血快沒的時候 然後你狼王狀態退出來 那他扣的血只會扣在護盾上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你當然也有可能是扣到你血量 不過應該是不太合理啦 所以說你只要在狼王的狀態下 不要把你的護盾值扣完 扣到你原本的血量的話 基本上你就會有兩倍的血量 剩下的更新就是比較... 呃要正式服出了才知道 基本上來講有看到更新就是 新增自訂房間支援配置神秘道具 我在猜這個功能應該是未來的房間 你可以去調整神秘道具出產的數量 或者取消神秘道具出產 因為我們以往開自訂房間的時候 開房它是一定會有神秘道具的 只要你是開經典模式 然後一定大概是4到6個左右的神秘道具 就我印象中喔 那再來就是聽說 競技派對裡面會加入身份卡的玩法 競技派對其實我玩的還挺少啦 但競技派對簡單來講 它就有點類似... 呃... 一定的人數 然後進行在一個比較公平的地圖中 進行一波對戰 然後對戰前你可以買槍 槍不是用拾取的這樣 那如果新增了身份卡的玩法 感覺會更特別 好了 那在4月27算是我們香港派對一週年了 哇!已經過了一年了 去年4月27香港派對 在這個台灣算是上架嘛 它算是國際服 然後呢 我們的小編 香港派對小編Sasa 也會在FB開直播跟大家同樂 那大家有興趣也可以4月27號當天 去這個香港派對的FB粉絲團 去參加這個直播同樂的 算是開...開房的遊戲內容 那有興趣可以去參加一下 好的 以上就算是我們的 相當派對新改版的 改版懶人包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加寶貝小鈴鐺開機公知 明天晚上6點發片 下次早上11點 有興趣 記得準時收看我的影片囉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下見囉 各位掰掰 分享一下 訂閱加寶貝小鈴鐺 字幕詐 пош